各位请坐 打开周报的第二页 我们要来看今天的 主日的信息 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 现在已经六月要结束了 已经过去了半年 我们今年以来 在我这边 我是依序的要讲 使徒行传 现在来到第七讲 来到第七讲 也是我们八大主题 在使徒行传里面的 第二大主题的最后一讲了 最后一讲了 那么过去的两次 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 教会是一个有能力的团体 教会是一个有能力的团体 教会的能力 彰显在这个世代上面 第五讲里面 我们提到了圣灵彰显 神完全的同在 我们怎么知道 神在我们当中掌权呢 是因为圣灵 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在那一次我们主要是讲到 彼得他们 医治了那个生来瘸腿的 他们医治了那个生来瘸腿的 就被官府抓去 关起来了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人 怕不怕官府抓我们 我想不需要官府抓我们 只要把我们送上法庭 去审判 就够你紧张的了 最近有一个牧师告诉我 他说他因着一件小事 可能要被告 他说压力真的很大 我跟他说没错 我跟他说没错 你就是百分之百对 你就是胸有成竹 你就是说你都站在我这边 你见到法官你都要害怕 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对 他说他一点点事情 他说他整夜睡不着 他说求主要给他恩典 他特别来找我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你可不可以一起祷告 他说你有一点点的经验 他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过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 这些人被官府抓 他们并不怕权势 反而敢向官府及撒都该人 见证耶稣的救恩 你就知道教会是有能力的 教会是有能力的 而且这个有能力 是圣灵在门徒身上的工作 第六讲我们就提到了 圣灵充满的教会的见证 当圣灵充满教会的时候 教会有各样的见证 我们看到他们团契生活 是何等的美好 团契生活何等的美好 他们为了让每一个相信 耶稣基督 耶稣不仅是基督 而且是神儿子的人 都可以有物质上充足的供应 你知道那个时候 跟现在不一样 今天很多人想效法他们说 实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不可实行的 因为人是罪人 所以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的实行 可是在当时有一个 很特别的状况 其实今天也在我们当中 常常有这种状况 只是我们不把它高举成一个制度 高举成一个原则 事实上在我们的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凡物公用 凡物公用不是强迫别人 把东西拿出来 凡物公用是许多人自愿把东西拿出来 不自愿的 你去读圣经 圣经上并没有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如果你自愿 事实上很多人自愿 今天有奉献在我们当中 有许多人愿意拿出来跟别人一起分享 就是因为看到教会初代就是这样子 许多人自愿把自己所有的财物拿出来和其他人分享 因为当时信耶稣基督之后 就有人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 所以他们就拿出来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发现 圣灵充满的教会有美好的见证 因为这个缘故始终行乱 第二章47节讲一件事情说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教会的成长 教会的成长 教会应该成长 可是教会成长有没有原因呢 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成长有一个原因 教会不会无原因的成长 那教理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还有教会成长的结果会如何 教会成长的结果会如何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正在成长呢 我们到底看什么说 这个教会正在成长了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正在成长呢 教会成长有没有什么 该有的外在的表现呢 有 那今天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从整个始终行段的 这一个大段来看起来 我们要来看教会成长的原因 教会成长的结果 以及教会成长到底有什么现象 到底有什么现象 其实我们从一个教会成长的过程 出现某些记号 我们就知道他在成长了 我们就知道他在成长了 其实教会不会一帆风顺的成长 因为上帝在这个当中 第一 魔鬼也攻击 第二 人也不顺服 第二 人也不顺服 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不过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 找到一个原则 说原因是什么 好 叫我们看到那个原因的时候 我们重视那个原因 以便教会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成长 那请我们来看周报里面的 第一 教会成长的原因 到底教会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教会成长的原因 第一 请你写下来 就是圣灵全面同在 圣灵全面同在 那请你写下来 这是教会成长的原因 教会成长的原因 今年的第一讲 我就曾经在这边提到使徒行传 我说使徒行传的名称 就说明了使徒行传的内容 因为它的名称叫做使徒行传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传记 它写什么传记呢 写一群使徒 他们传福音的传记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使徒行传 顾名思义 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 十二使徒怎么样接续耶稣 传扬有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已经来到地上 已经完成救恩 并且已经升天 将来还要再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但这只是外表所显出来的样子 这只是外表所显出来的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说 这是 这本书是这个意思 或者这件事情是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是外表的 外表的样子 内心有没有更深的含义呢 有 有 事实上教会历史是神的作为 教会历史是神的作为 世界的历史仍然是神在掌权 没有一件事情临到一个教会 特别是神的教会 没有经过神允许的 有时候我们会说 为什么教会会复兴得这么快 可是当它软弱的时候 软弱得这么深 因为神知道 因为神了解 因为神也允许 问题是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什么 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你没有看到教会历史 哪一个教会一帆风顺的 你没有看到 以福所教会 你现在去看废墟 当时是最好的教会 哥林多教会 在当时就几乎摧毁了 所有的大教会今天在哪里呢 你们记不记得水晶大教堂 Robert Schuller 有没有 那个时候盖水晶大教堂的时候 大家多开心 有一年我到那边去 我只有一个目的 他们说 李长老你有半天的时间 我们只能请你去看一个景点 你要去哪里 我都带回去看看水晶大教堂吧 现在水晶大教堂 已经卖给天主教了 你没想过的 我到那边的时候 看到那个水晶大教堂 然后我就说 我在参观的时候 我最喜欢他们 旁边就是一块墓地 旁边一块墓地 然后大理师刻得很清楚 谁几年几月几日生 几月几日死 然后就埋在 就埋在我们教会的墓地里面 那时候我就跟神说 主啊给我们一块地 教堂盖下去 旁边一块墓地 今天在哪里呢 教会的起起落落 历史历代都是如此 最伟大的 当时的信义中跟路德中 有跌到最惨的时候 可是这些事神不知道吗 神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到底怎么样掌权呢 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神如何成为历史的中心呢 请注意听 圣经在这里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是透过圣灵 在使徒的心中掌权 今天神怎么样掌权在我们当中 那旧约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普遍地 临到当时 祂所拣选的人 到主耶稣的时代 主耶稣在地上经历了 碰到了许多的人 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同在 他们也跟耶稣有很多的交往 可是今天全世界有十几亿或者二十几亿的基督徒 或成广义的基督徒 那他们是怎么与神同在的呢 他们怎么经历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使徒行传的重心 使徒行传是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神是透过圣灵在使徒的心中掌权 神是透过第三位格的圣灵 住在我们当中 住在教会当中 与他们同在 就彰显了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是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的 怎么彰显 是圣灵 是圣灵 所以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 来讲到这件事情 圣灵全面的同在 是教会成长的原因 我们来先读第四章第八节 第四章第八节 往前面翻一点点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 如果你已经翻开使徒行传第五章的 十二到四十二节 请你往前翻一点点 那圣灵怎么样的工作在他们当中呢 我们读第八节 四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四章八节 预备请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好 第三十一节 翻一下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好 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在初代教会有一句很清楚的事情 这里说明有神的道在他们当中 神的道在他们当中 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话 神的道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在他们当中是怎么来的呢 第八节说 彼得被圣灵充满所说出来的 所以神的话哪里来的 神的话是圣灵来的 神的话是圣灵来的 神的话是彼得被圣灵充满来的 到了第三十一节的时候 祷告完了地方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被什么 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什么 神的道 你就发觉一个人可以讲神的道 是因为什么充满它 圣灵充满它 圣灵充满它 所以神的话来自于圣灵 他们能明白神的话是因为圣灵 那今天问题在这里 今天问题在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以为明白神的话 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以为明白神的话 是我努力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话 是我的意志 那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神的话怎么能明白呢 是因为圣灵 我们怎么能说出神的话呢 是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人 他讲起神的话来头头是道 可是他所有的道都在头里面 他讲的头头是道 但是他的道全部在头里面 其实道不在头里面 道不在思想 道不在情感 道不在意志 道在谁的同在之下 我们能明白谁 圣灵 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圣灵 我们不能明白神的话 没有圣灵 我们不能明白神的话 没有圣灵 我再说一遍 没有圣灵 我们不能明白神的话 只有圣灵 让我们明白神的话 这是主耶稣说的 这不是谁说的 这不是今天 好像比较偏重圣灵的人说的 耶稣自己说的 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 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耶稣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 不能领会 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只有真理的圣灵才让我们明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圣经读得再熟 我们能做教师 我们能够教导别人 可是我们不能明白 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常常学习 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如果一个人读圣经读得非常好 他创世记也熟 诗篇也会背 以赛亚书更是知道怎么分段 然后耶稣的生平记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他没有圣灵 他没有圣灵 你就会发觉这个人很奇怪 因为他只能拿这个有形的 经文去约束别人 他从来没有让神所说出来的话 透过圣灵改变他自己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灵是让我们明白神的话的 圣灵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成长的原因 与其我们说读圣经 我没有说读圣经不重要 我只是说怎么读圣经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圣灵才是 让我们明白圣经 读懂圣经的那一个原因 或者说那一位 因为他跟我们沟通 我们跟他沟通 我们才能明白 我们才能明白 我最近读圣经 我常常这样读 以前我不敢这样读 我现在常常这样读 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跟圣灵说 圣灵这是什么意思 我请问你这样对不对 你们反应太慢了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这个话是耶稣说的 我说我在读路加福音 读了以后我就跟圣灵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请你教我 这样对不对 这标准耶稣教我们的 耶稣是告诉我们说 我现在讲的话你们都不明白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就要怎么样 引导你们明白或进入 所以当你读不懂圣经的时候 你应该说什么 圣灵请你来 有那首诗歌吗对不对 圣灵请你来 请你来帮助我 请你来帮助我 我们讨论讨论吧 耶稣的话太难了 我们讨论讨论吧 你让我明白 我告诉各位 圣灵会让我们明白 圣灵带领我们明白 圣灵感动我们明白 所以教会要成长的原因 不是圣经熟不熟 是我们有没有在圣灵里面 明白神的话 我再说一遍 请你不要断章取义 现在常常有那个哭手 有没有 就剪人家一段话 一段话一段话 把他接起来 那今天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吧 我们要讲政府的不对 我没有说他都对 我们要说某一个人讲错了 我没有说他一定对 可是我们就剪他一段一段的 把他拼起来 变成一段错误的话 我再说一遍 你圣经读了再熟都没有用 除非你有圣灵 除非圣灵感动你 除非圣灵引导你 除非圣灵让你明白 否则你不会明白 你以为你明白了 是你以为你的知识明白了 你以为你的头脑明白了 可是你的心不明白 你的灵不明白 因为这是耶稣所说的话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看到 第四章的第八节 使徒行传说 引导的主题就是主词嘛 你看看 使徒行传第四章八节 四章八节 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 四章八节 四章八节 预备请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所以他被圣灵充满 对不对 所以是谁充满他 所以彼得是主动被动 那谁是主动 感谢主啊 感谢主啊 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圣灵是主动的 圣灵主动的 你在看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什么 圣灵充满 谁被圣灵充满了 他们是谁 使徒对不对 是谁充满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成长的原因是 圣灵全面的同在 圣灵全面的同在 因为只有神的话 在我们当中 我们才活了 如果神的话 不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死了 对吗 耶稣说我的名 我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灵 就是什么 就是生命 他的话来了 我们就活了 他的话来了 我们就饱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看来 教会成长的原因 为什么是圣灵的 什么 全面同在 我再说一遍 你们都不回答的 你们都不回答的 教会成长的原因 是依圣灵全面 圣灵全面同在 与谁同在 不要讲我们 讲什么 讲我 不要讲我们 所以会后 我们大家来收拾 你跑了第一个块 有没有 因为我们 我们 除了我还有我们 对不对 请问圣灵全面同在 与谁同在 我 与我同在 你到现在还不敢讲我 难怪你真的不 常常学习 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常常学习 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而且你学了圣经 都在框别人 只有一个办法 让圣经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就是让圣灵来 与我们同在 第二 第二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大家比较害怕 在使徒行传 第五章第三节 我们来读五章三节 预备请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价淫 私自留下几分呢 这是我们发现 当时他们愿意 把钱拿出来 大家一起公用 后来有个亚拿尼亚就来了 他就把财产卖了 就把钱拿过来了 彼得就问他说 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 叫你欺哄谁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价淫 私自留下几分呢 他说你怎么会这样做呢 你怎么会这样做呢 你怎么可以欺哄圣灵呢 所以圣灵是可以被欺哄的对象 对吗 是我们以为他可以被欺哄的 不过的确有人敢欺哄圣灵的 敢欺哄圣灵的 我们再看后来第九节 我们再看第九节 彼得又对另外一个人说 这个人是谁呢 是亚拿尼亚的妻子 撒非拉 对不对 他对撒非拉说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杯 请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移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我们就看到了亚拿尼亚跟撒非拉 他们都要欺哄圣灵 他们想要试探主的灵 那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请问这一位神是不是可以被欺哄和试探的呢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被欺哄不可以被试探的 可是人却想欺哄和试探圣灵 人却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想不想欺哄圣灵 千万不要太快回答 我们嘴巴这样讲 心却那样想 我们要造成别人以为这样 可是我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个目的 你知道彼得怎么说他吗 彼得说你是私心 你又想得名 又想别人称赞你 你又想显示你的大方 他说其实你不是 他说房子不卖是你的 卖了不拿来也是你的 拿来留下一部分 拿一部分来也没问题 你为什么要留一部分 然后说我全部拿出来了呢 这有点严重 我们有点害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要复兴 必须圣灵全面的同在 可是你知道当全面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有压力对吗 他如果部分的同在 我们就感恩 他部分的同在 赐福我们的部分都留下来 给我们压力太大的部分怎么样 就不要留下来 可是圣灵来说是全面的同在 教会成长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必须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真实的面对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先不要去管别人 我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想要要求你什么 或者判断你什么 那不是我能做的事情 也不是我的工作 我如果做个教会的长老 我只能传话语 我只能牧养你 我只能安慰你 我只能鼓励你 如果按照我的工作 按照我的服饰 按照我的愿意 可是如果在我自己的身上呢 我应该学会这件事情 我到底要不要让圣灵 全面在我身上同在 就是我要不要弃哄圣灵 我要不要试探圣灵呢 我们看到圣灵这位神 是不可以被弃哄而试探的 当时有人为了私心而这样做的时候 甚至看起来他还在服饰 他有一点点的摆上 可是他就有实际的惩罚 他就有实际的惩罚 当然这一次是立即的 但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我们很感谢神的恩典 不都是立即的 就是神怜悯我们 我再说一遍 神有的时候立即就临到我们 但有的时候神怜悯我们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趁着还有今日怎么样 天天彼此相劝 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因为当圣灵全面同在的时候 教会会成长 可是会有一些伤害在我们当中 我们以为的伤害 其实耶稣早就说了 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 他就把他们怎么样 剪去 凡属我结果子的 他就把他们什么样 修剪干净所以都是剪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觉得没有剪到你 你要小心 你没有接在那边怎么剪你 剪的都一定接着的才剪 有没有被修剪过 还不快点头 有没有被修剪过 有 被修剪过感谢主赞美主 有的人跟我说 说李长老 他说你碰到一些事情 你压力大不大 大 他说你痛苦不痛苦 高兴 我没有在开玩笑 痛苦不痛苦 痛苦 高兴不高兴 高兴 为什么 因为不剪就糟了 不剪就杂草乱生 不剪出结不出果子 他说剪了以后就能够 结果子什么 更多 结果子更多 更多感谢赞美主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神一时临到我们 我们受不了 可是神宽容等候我们 神宽容人给我们一段时间 求主让我们在等候的时间里面 我们被得着 我们改变 所以我们再来 记起来 只有两件事情要你们记下 教会成长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圣灵怎么样 全面同在 第二 请你写下来 信徒同心合意 请你写下来 信徒同心合意 那教会成长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那简单来说 从这段时间看起来 也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圣灵全面同在 第二 信徒同心合意 信徒同心合意 五章的十二节下半段 五章的十二节下半段 那我来读五章十二节的上半段 你读下半段 五章十二节的上半段 我读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 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好 主借的使徒的手在民间 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然后下面说他们 他们就是信的人都什么 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 他们聚集在那一边的时候 这里圣经用一个词来描绘他们的聚集 就是他们的聚集是什么的 同心合意的 同心合意的 教会成长内在的原因是圣灵的同在 教会成长外面我们所看得到的原因是 信徒的同心合意 信徒的同心合意 那讲到同心合意 其实这个是神定规所有组织成长 最主要的原因 任何一个组织成长都是这四个字 叫做同心合意 就是同心合意 其实这个是神定规组织成长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工作 我可以告诉你 你公司里面的员工 同心合意 你就看到公司成长 如果你在学校服务 那你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心合意 学校就成长 很稀奇 有一个神学院 我不讲哪一个神学院 有一个神学院 它里面派系伶俐 派系伶俐 我们说神学院怎么会派系伶俐呢 就是派系伶俐 所以即使他现在是个非常高峰 我可以告诉你 过不久他就下来了 因为派系伶俐 他们内争内耗 中国人说家和 万事兴 家和万事兴 我们什么时候听过一个家庭 父母不和 兄弟争吵 而大大发展的 听过吗 没有 你说有 那些什么什么家族 有没有 王氏家族 蔡氏家族 或什么什么家族 或李氏家族 我随便讲的 我没有引谈哪一个家族 张氏家族 林氏家族 这么多的家族 他们后来不是为了财产争个半死吗 我告诉你那是后来有钱了才争的 他们在发展起来说不争的 同心合一的拼命赚钱 我告诉你钱赚多了会让我们分的 钱赚多了是让我们分的原因 权大了真的原因 名大了真的原因 我问你三五个人成立的教会 同心不同心 哪能不同心啊 一定同心的嘛 是不是 那同心的不得了 可是教会大了呢 谁管钱 谁掌权 谁有名 所以钱叫我们分 权叫我们分 名叫我们分 什么时候教会有权 有名 有钱的时候 仍然能够不分掉 同心合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心合一 我们也没有听过 我们也没有看过一个国家 内部充满的争执 民争暗斗 还能够国富民强的 没有 没有 没有这种事情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更是如此 教会更是如此 教会 成长的一个外在的 我想外在的就是 有别于圣灵的 的原因就是我们同心合一 我们同心合一 弟兄姐妹 什么时候我们同心合一 神就赐福我们 什么时候我们不同心合一 神就离开我们 因为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呢 我们教会过去有一段时间 大概七八年前那个时候 同心合一 那个时候弟兄姐妹的人数 一直在增加 事工快速增长 我最记得一件 同心合一的表现 就是传道人 你知道我们五楼有 传道人办公室 长老办公室 还有那个秘书干事办公室 你知道有时候十点 十一点 有时候跑到隔壁去说 回家了谁还不回家 然后他们就说 今天我不能走 他们都先走 有个人就说对不起 你先走好了 我留下来 十一点了 十二点了 他们在争 谁是办公室的夜间部主任 为什么要做夜间部主任 那是他们的荣耀 那是他们的荣誉 十一点 十二点的传道人 不走秘书干事还不回家 很正常的事情 大伙自动自发在教会里面服侍 参加小组聚会到家庭探访 不是定规的 有时候我们赶人 赶人 最后一班车你赶不赶得上 然后就叫他们走 但是他不肯走 不肯走 没有人发怨言 没有传道人发怨言说 我做得比别人多 而是彼此信任 互相帮助 有时候一个工作 别人做本说拿来我帮你一起做 那个时候同工们感情非常的美好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小组有一百个 一百个小组 一百个小组 人数多到 就是小组多到 不知道怎么办 每个小组都一直在分 一直在分 一直在分 没有听到发什么怨言 即便有很快就解决了 为什么 同心合一 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就解决就是了 有问题让步就是了 有问题面对就是了 有问题同心就是了 有问题就一起 一起来考虑就是了 后来教会同工之间 有了看法 有了起见 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对某些话语传递的过程当中 有想法了 有的人开始传说许多的事情 当开始彼此不同心 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传 开始分门结派 这些人说那些人 那些人说这些人 教会去受了亏损 我现在不是在讲对错问题 因为不是对错问题 有人百分之百对吗 第一没有 第二有百分之百对的人 也不能因此称义 对吧 这是圣经说的话 有人百分之百错吗 也没有 但是百分之百错又怎么样 只要认罪就怎么样 就结果了就结束了 可是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条路 我们就是要把事情弄到清楚 我不是说弄到清楚不行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弄到清楚的事情 清官怎么样 难断家务事 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闹得不愉快 然后闹得不愉快呢 我就很想说 要是刚才有录音机就好了 你听得懂吗 如果有录音机 我们就重新听一遍 那你猜你猜你猜 到时候录音机放出来谁对 我告诉你 两个人都说对方错 一定的 你就是有所有的证据放出来 都没办法评判 都没办法评判了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 谁能断教会的事 就是谁负责 谁能断 断了结果他要负责 他要负责 如果今天教会不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样的缘故 教会受了亏损 我再说我今天不是说 谁对谁错的问题 今天不是对错的问题 今天不是对错的问题 是我们违背了圣经 告诉我们教会增长的原因 我们不让圣灵全面的同在 我们也彼此没有同心合一 事工受到影响 彼此不能信任 人数开始下降 这就是教会不同心的结果 我再说一遍 今天没有要说谁对谁错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就算双方都对了 只要不同心 教会就开始乱了 教会就开始乱了 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讨论 我问你今天用两个麦克风 好不好 可不可以用三个麦克风 今天用耳麦比较好 还是用手拿比较好 今天这个摄影机 可不可以买贵一点的 今天我们一定要用这么丑的 这个电风在这里吹吗 可不可以用漂亮一点的 这个花插的好不好 是谁插的 你听得懂吗 我们要买一个场地 一亿六千万 还是一亿五千万 是一亿四千万 还是一亿八千万 我告诉各位 当我们同心的时候 一亿八千万都不是问题 当我们是不同心的时候 一亿四千万都千万别买 这是同心的问题 我们早上我们谈了很多的次 这是同心的问题 这个不是价金的问题 那我不是说说 四千万可以 你们很有钱 你们弄四千万来 我告诉你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完全不是钱的问题 我看过多少教会建堂 我参与多少教会 跟别人给他们意见建堂 建堂是最大的试探 两个结果 第一个教会上去 第二个教会下去 我们还经不起 我们还经不起 如果我们同心的 我告诉各位 什么都可以 如果我们不同心的 什么都不可以 我们只有养精蓄锐 生据教训 对吗 十年生据 十年教训 等我们get ready了 神自然就给我们了 如果我们没有ready 我们没有预备好 我告诉各位 不要跟神要什么 神比我们更知道 神比我们更想给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教会只有同心合意 才能够往前走 不同心 教会就乱 事工不易推展 同工彼此不信任 本来很信任的人 突然变成不信任了 以前随便讲都没问题 对不对 现在仔细讲都还要出问题 先讲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都还出问题 以前是随便讲 别人还说说 他讲你的坏话 我才不相信呢 他怎么可能讲我坏话呢 他说绝对讲那句话了 我说那你听错了 就这样子 彼此信任的时候 就这样子过日子 不是这样吗 夫妻也是这样 家庭也是这样 其实我再说 不是对错问题 是我们的心的问题 今天的问题在这边 今天我的问题在这边 如果我们彼此不信任的时候 大家觉得不安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投入很多的人力 去解决那个问题 但是只要有一小部分人 绝不同意 极力反对 你想会成功吗 不会的 家庭也是这样子 你就是五口之家 有一个敌死不从 你家庭会不乱吗 不可能的 弟兄姐妹 同心合意 是教会成长最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的问题是 OK 好啊 同心合意 我们都同意了 我们都同意 同谁的心和谁的意 问题在这边 对不对 同谁的心和谁的意 照你的讲法 就是要同你的心和你的意 我没有这样讲 我只不过说 同心合意是一定要同心合意的 但是同谁的心和谁的意 大家都一定会说 标准答案是同谁的心 同神的心 那问题是谁是神的心呢 神的心怎么明白呢 神的心是谁的心呢 同主的心 那主的心 主的意是什么呢 那我提供一个意见 我多年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服侍多年服侍之后 我有个心得 在教会里面服侍 如果我们想要同心合意 最主要的就是学会让步 我自己的经验 事情没有百分之百的对跟错 什么事情一定要弄到 头破血流的只有五件 不超过 一件就是三一真神 一件就是神人二性 一件是一本圣经 一件是因性称义 第五个保留给你自己用 五个 超过这五个都没问题 这里摆三个麦克风 还是四个麦克风 没有问题 用好一点的摄影机 还是不好一点的摄影机 没关系 是差这一种 这个流的 还是差那个派的 没关系 我们总以为 我的意见被尊重了 才是一定赢 不一定 我们把神看笨了 我们把神看小了 是人判断我们 还是神判断我们 是人决定 还是神决定 对 这世界上的事情一定人决定 但是你怕什么呢 除非我们不信神 众人都说你不好 如果神说你好 你不用担心 众人都说你好 神说你不好 你也不用高兴 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所以同心合一 这一件事情 我的心得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如果我们想要同心合一 最主要就是学会让步 让步 让一下嘛 真的一定要那样吗 让 一直退 一直退 有的人说你推得太好笑了 太离谱了 太不合理了 我告诉你 这是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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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那道歉 就道歉嘛 百分之一的错 也可以道歉 对不对 百分之一的错 也可以道歉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只要不违背真理 不做违法的事情 这个人的心 那人的意 都可以的 教会要成长 最主要的事情是同心 是同心 所以在教会买土地的 这件事情上面 我知道大家意见还不易 这时候 长老们在决定的时候 我们长老们就说 我们七个人要同心 因为我们长老七个人同心之后 如果弟兄姐妹还有反对的 我们就暂时不做 因为没办法做 除非我们同心 否则我们没办法做 没办法做 那如果有人说 我就是要阻挡这个教会 那没关系 这是你的家 这是你的家 事实上 不会别人都认为 我们是一定有道理的 事实上也不会别人都同意 我们的看法的 可是我们在这样子的 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知道神的恩典 会在我们当中 不是每次赢的人都很有道理 不是 其实神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讲一个小小的笑话给你们听 我经过我女儿的同意 我本来想说不要讲的 刚好在下面 不过我经过她的同意 她愿意拿出她的见证 来给你们这个参考 你们会后不要再去问她了好吗 那是很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要出国 有这么要出国 那么要出国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爱我们孩子的一对长辈 就跟我们说说你们这一次要出去呢 他给我的儿子一百美金 给我女儿一百美金 那这是非常疼他们的一个长辈 然后这个长辈很好玩 他很喜欢逗我们家的孩子 他就跟李洁说 说这一百块是给你的 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不要经过你爸妈同意 特别是你爸妈不给你买的东西 就把它买起来 用这个钱 然后就跟我儿子说你也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那他常常鼓励我的儿子 考成绩考得很不好 他说什么时候你考了个大饼 我就要大大的奖赏你 很好的一对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就拿了一百块给他 一百块给他 那我们就出去了 到了第一站 如果我记得不错 到第一站 过了不久 我女儿就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填充娃娃 就买了一个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就把它塞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很小 我们都是才几岁 他穿了一个外套 把他塞在这边 真的很可爱 还是小狗 然后就这样 到处走 他就很想一直跟着狗讲话 那只狗是个比较贵的狗 比较贵的狗 五十三块美金 如果我没记错 是很好的狗 是欧洲的狗 欧洲 欧洲 欧洲的狗 欧洲的狗 他就带在身上 他就走走走走走走 过了不久 第一站 第二站还没有结束 他就把一百美金全部花光了 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一次我是第一年 第一次Sabbatical 我在外面服侍八十三天 要到六个国家去 到六个国家去 他才不到几天 就把一百美金花掉了 他哥哥就还没有花钱 还没有花钱 过了不久 过了几天 后来我发现 那只狗在他哥哥身上 在他哥哥身上 我就觉得说 我这哥哥妹妹见你玩了 他说不是 不是 我就没有讲话 后来妹妹说 爸爸我还要买这个东西 我说你不能买了 他说他要买 我说不能买了 我说你没有钱了 他说我有钱 我说你没钱了 你全部钱都花掉了 因为钱放在我们这边嘛 你已经把一百块全部花掉了 所以你已经没有钱了 他说我有钱 我说你哪来的钱呢 他说我狗已经卖给哥哥了 我觉得我女儿将来可以做生意人 那我就跑去问哥哥说 你买了多少钱 你买了多少钱 我就想说 大概是买了八折或七折 因为玩了这么多天嘛 整天捏在手上 对不对 现在玩完了 卖给哥哥 second hand 对不对 总有点折扣 我说你买多少钱 原价照买 原价照买 我就跟哥哥说 你为什么给他买呢 他说因为妹妹想要再买东西 可是他没有钱了 他就把这个卖给我 他就把这个卖给我 那我说他为什么不打点折扣呢 他说他就是说 这个狗太可爱了 对不对 原价卖你是合理的 那哥哥就把他买起来了嘛 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孩子对吗 这个这样 那个这样都很可爱 我问你有没有对错 我问你教会什么时候会有对错 我不是说一定没有罪 罪怎么会没有呢 我们怎么会没有罪呢 谁可以没有罪呢 可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到说 是你错不是我错 53块应该打8折 那个说不85折 另外一个说79折 另外一个说93折 然后一定要争到到底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不成长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把这两个记起来就好了 教会成长的原因 第一是圣灵的 全面同在 第二个是信徒的 同心合意 我们再写二就好了 我三不讲 二 教会成长的结果 第一请你写下来 不信的人尊重教会 不信的人尊重教会 第二 相信的人进入教会 相信的人进入教会 今天教会不被尊重 不被不信主的人尊重 是因为教会是一个软弱的 今天为什么很少人进入教会 因为教会是一个没有见证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教会成长一定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记载在 《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 对不起 十三 十四节 我们读完了 我做个例子就结束了 十二节 对不起 十三节 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 十三 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教会增长有一个结果 教会增长 教会成长有一个结果 不是数字 我没有说数字不重要 我们不要轻看数字 但是数字是结果 数字不是目的 我们不能以成长为一千人 为我们的目的 因为如果你把结果当成目的 你就要为了那个目的而不择手段 对吗 那个是个结果 那是个 outcome 那个是自然发生出来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人数增长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不信的人尊重教会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相信的人进入教会 有一次我替两个人施洗 在我们教会施洗是很重要的事 做一个施洗的人 比做一个讲员还要重要 我们教会一定要长老 及他所许可的人才可以施洗 施洗是圣礼 整个基督教会到现在有两个圣礼 是我们没办法废除的 一个是洗礼 一个是拨饼 这两个负责主持拨饼跟洗礼的人 都需要教会的认可 否则他是不可以施行圣礼 被我们教会承认的 我因为要去施洗 我就先跟教会的长老报告 那我当时就跟靖元报告 我就跟靖元说我要替人施洗 他就说好 他就说叫他填一些东西 我就叫他填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替他施洗 施洗的时候 那天有几个人一起参加 因为他是一个 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 他在外面 所以施洗的时候就有几个人参加 就有几个人参加 那在参加当中 我就跟他们讲福音的内容 然后就为他们施洗 那在施洗的当中 他们很多是出信主的 所以授求他们非常的开心 以后就一起吃饭 就做见证 就做见证 他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见证 所以他们做见证的时候 这个人也哭 那个人也笑 后来来了几个人 也一起来参加那个参会 里面就有不信主的人 或者说还没信主的人 还没信主的人 因为他们信主都是非常的热情 真实 而且经历过很大的恩典 所以当他们在讲信仰的时候 他们讲神怎么样 另外一个人说 对我以前认识的神 怎么样 我现在也经历什么 所以当他们这样子讲的时候 他们就受洗归入教会 越来越多人 因着看到他们 就受洗归入教会 就一个带一个 一个带一个 而且他们有人 信主到现在 他已经带了五十几个人信主了 而且他们都为了要 那这样子不一定对 他如果鼓励自己 他说你是我传福音 信主受洗第五十一个 那我知道他不是为了功劳 我知道因为我认识他 但是他写下来的原因就是说 我把你传福音信主了 我要为你祷告 我要知道你有没有在教会的里面 那其中有两个人 一个是笃信另外一个宗教的 另外一个是相信民间信仰的 他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我就发觉他们的讲话 就非常尊重这些人 非常尊重这些人 那一天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抱在一起 七八个人抱在一起祷告 抱在一起祷告 就祷告感谢赞美主 就祷告的时候 旁边那两个人 他不是教会的人 可是我就想起使徒行乱 这边所讲的 信的人都在一处 他们同心合意的 其他人不敢靠近他们 因为他不是这个信仰的 可是他后来讲说 他说我非常的尊重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当教会成长的时候呢 不信的人会尊重教会 信的人会加入教会 求主让我们的教会 慢慢的稳定下来之后呢 我们开始传福音 我们从今年已经开始 慢慢更多的传福音了 我们明年要有定期的传福音 请你把你的家人带来 请你把你的朋友带来 他们已经尊重了你的教会 他们已经尊重了你的神 让他进入教会和我们一体 享受美好的结果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心上满心的感谢 感谢你 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主啊你在我们教会 需要修剪的时候 你修剪我们 我们为了这个恩典 心上感恩 当我们今天打开使徒行转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教会也有问题 原来他们的教会有亚拿尼亚 跟撒菲拉这样子的人 但是我们向你心上感恩 你虽然当时严严的对待他们 你却没有这样严严的对待我们 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也相信从现在开始 我们更知道原来你全面同在 我们同心合一 教会就会成长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我要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 一起起立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心上感恩 因为你诚然在我们当中 你不仅创天造地 而且你在我们的救恩上面 为我们设立了奇妙的工作 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从天来到我们当中 你道成肉身进到我们里面 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复活升天 将来还要再来 亲爱的圣灵 我们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 因着你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突然明白你的话 我们突然想通你的恩典 说我们突然发现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突然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我们为了这个恩典献上感恩 我们也谢谢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教会 全面的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圣灵全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掌权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把同心合意的灵赏给我们 让我们不再看对方 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尊重你所给我们不同的看法 主要我们也相信 因着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同心合意 你要再一次赐福这个教会 再叫这个教会走在你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里面 我们所带进来的奉献 求你用在你的事工上面 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面前 主要我们把这一周的生活 恭敬的仰望你 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你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现在要分散的时候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 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